秘书代写博士论文的案例 的疑似案例,当然是疑似案例啦 这个秘书就叫做陈伟林 当然这个是在2000年2020年9月24日 立法委员执行财政部长苏建荣北大财经邦苏建荣的时候发现的 那这个被代写,疑似被代写的 就是你画面上看到的官邦网络董事长许建荣 2011年4月29日,他是台北大学博士 他的秘书成伟林是2008年6月30日,原志大学硕士 然后呢,所以我们直接就来看2011年博士论文的49页 这不是50页,然后呢这是51页 然后看表4之4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表4之4放大 好的,第50页放大 看这4个数字 这4个数字就是那个0.738 像这个0.73,不是0.758 这0.758就是硕士论文的0.757 这边那个我把它看一下,就0.757 四手五入变0.758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0.7703,四手五入的话就0.770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硕士论文的数据就是被套用到博士论文 接下来也是一样,就是0.914,是由0.9136,这个四手五入而来 这个最下面这一个也是,就是0.969,是从0.9693,四手五入而来 好像这个就是连续八个数字,就是重叠,连续八个数字重叠 下面这边也是一样,是连续再加上连续四个字的重叠 像这边你们看到左下角,左下角这一个有没有 就是0.8034,四手五入就是变成0.803 所以这个左边呢,就是原汁大学2008年的硕士论文 右边就是2011年,国立台北大学的博士论文 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五十页 五十页就是在接下来也是有这个叫做娱乐程度 这五个数字呢,然后我们把那个硕士论文的五十二页 这边的继续看,看下去也是一样 看到这个数字也是一模一样,像0.8107,四手五入就是0.811 所以那个,就是说他中间他不能完全套用,完全套用的话 就会被发现,所以他就是说一些数字拿来用 中间就是要穿插新的数字,这就让人家怀疑说 你这个2011年根本就没有做研究,只是把收集一些数据 然后呢,就是说变去变造 然后接下来呢,是那个看五十一页,五十二页跟五十三页 这个是表格四支五,就是说这个表格四支五横划三页 五一五二五三,然后2011年博士论文 那我们呢,就是把这个五十二页,就是中间这一页放大 同时把这个原志大学2004年论文 那个五十,就博士业来对照一下,这些数字是跟他博士 那个硕士论文有哪些关系,我们把它拿出来 就稍微放大一下,这中间总共有72个数字也是完全一样 就是这样子,就是把原来有没有,原来硕士论文 原来硕士论文是八个,八个就是说,譬如说那个这边这一个 原来硕士论文是八个,四个啦,四个,四十五度之后就是变成0.147 那这边,影片如果看不清楚的话,你去搜寻我的点书或者部落格 我都有写,像这个连续几个数字,连续72个就是整个区块 这是非常非常匪夷所思 那我们就继续看的话,就是挑一下 就是说,例如说这个,这边就是0.351 就是这边有一个数字也是一样,四十五度之后就变成0.351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所以这边是总共连续15个数字 连续15个数字,整个区块都一样 就是2008年的论文跟你2011年的博士论文数据全部都一样 然后呢,而且2008年这一个是硕士是大老板的秘书 像这边也是一样,这连续6个数字都一样 那这边就三个,就是说你把东西就拿来就是说利用 你就是要想办法拆拆,像这个就是也是一样,这个拆 你就是这个是0.400,这边是最最最最清楚的 这边0.400也是就是拿来利用 那还有没有,还有,接下来这个是下面这边也是一样,就左右丢利用 有没有,来看一下,左边变右边,右边变左边 就是说这边这一个区块,这个区块也是15个 12345就是15个,就左边变右边,这边右边的话就变左边 这个就彻彻底底的物竞启用,把秘书 好,接下来我们看那个52页 52页的地方,这边就是有几个数字 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拿来看一看那是刚刚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另外看,他物竞启用 还有用一篇就是2010年就是清华大学期刊的论文 那这边的话就比较没有抄袭争议,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说把许建隆的论文在2010年之后呢,他发表在期刊 期刊,然后后来就是说样本数增加,从500多个样本 变成1000多个样本,不同的研究数据也是竟然会一样 好,这个等一下再说了,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也是看一下 就是说他跟清华大学的期刊有哪些一样的地方 像这个右上角这边也是一样,就是数字都一样 像这个0点,这个是437 0点137跟这个0点137完全一样 像这个6823的话,四折五入就是变断 这个682就是 所以这篇2011年的论文,他不但使用他密书2008年的论文 也用他自己在2010年的论文的数据拿来重复使用 当然会用的话呢,一定不只用一个地方 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然后呢,在那个你2010年的那个论文,清达的论文也来看一下 也是有拿来再笔,像这个什么,这边是0.659145入 就变成0.659 那个84345入的话就是这个841 所以这个清华大学的期刊的论文也是被拿来利用到那个 国立海北大学的博士论文 接下来我们看53页就是那个右上角这边 不是,就把它放大了,放大了 好,这几个数字呢,我们看把那个他密书程伟林的博士的硕士论文拿出来看一下 那这个0.3074,四折五入就变0.307 那这边呢也是一样四折五入就过来 当然会用一个地方就一定还会再用另外一个地方 像这边总共18个数字,就是0.4623变成0.462 也是一样就是那个2008年的硕士论文变成2011年的博士论文 还有这边NTPU就很清楚,然后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就是国立台北大学去管博士论文 好,那我们就是那个继续看一下 刚刚有说过嘛,他利用那个2008年别人,别人的硕士论文 他也利用2010年自己刊登在那个清大期刊的数据拿来再用 像刚刚一样就继续看这个406 这边的利用,譬如说这个什么东西4788就是四折五入就会变成多少 这边479就是这个是清华大学,刊登在清华大学期刊 好,那接下来也是一样就三个,这个0.547,0.547,然后0.5952,有没有 这边就0.595,四折五入就是0.592 好,那接下来就是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连续三个数字,连续三个数字 5395四折五入的话就是540,这边540 好,那这边的话还有就是连续两个 其实连续两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虽然也是就比较怎么讲 指控人家5B,以后连续两个数字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我就是针对就是说要连续三个的就给他提出来 好,这个就是说那个秘书高度嫌疑 为那个老板就是撰起博士论文,好,接下来就是继续看是那个5657 最左边是55页,画面上看到的 好,那我们先把那个56放大放大放大,来看这几个数字 123,这个连续三四十二个数字呢,也是跟这个清华大学2010年 好,就是数据重叠,好,像这个0.148,就这边就0.148 好,这边的话就0.3,所以你这边一定是0.3000 好,然后呢,还有没有?当然一定还有了,好,像这边就是0.171 好,就是有没有这个0.171,好,一模一样 好,那这个0.318,318当然就是311,在这边318,这个318 好,那这个呢,最后呢,我们再继续看,看它第五六页 五六页这一个,就五六页的最后一列,最后一列一列的话呢 也是刚刚那一个图,刚刚那一个图就是0.049 好,然后呢,再看一下它五七页,五七页有没有? 最后一列就是刚刚好我把它并在一起,就是0.474 好,这0.474,也是就是说一样,就是说不仅把2008年那个秘书的硕士论文来利用 自己2010年的那个刊登在清华大学期刊的论文数据也拿来利用 好,那最后就是说那个他2010年他作者是三个人,然后在这边你们看到的 然后就是许建龙、刘家长跟那个李源敦嘛 好,所以李源敦同时也是他那个博士论文的那个口识召集人 你口识召集人的时候,你论文到底有没有看啊? 你没有发现吗?说,哎,为什么数据跟我前一年,前一年 发表的论文呢?数据为什么竟然一幕一样,所以这个李源敦他也是有争议 最后的结论就是说那个2008年的硕论跟那个2011年的那个期刊论文 还有这个就是说他2011年4月29日的博士论文都是有存在就是说有舞弊的嫌疑 有嫌疑当然就是说有争议 接下来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个国际台北大学跟教育部应该要调查一下 所以我明天呢就把他提出去检举